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的生物多样性 已经去到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 今天 瓶崖物种的数量是史上最多 香港拥有自由贸易的经济市场 和设备完善的港口 不过除了瓶崖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之外 现在本地是没有足够的措施 去处理非法野生生物贸易的问题 以至香港成为中国内地 走私生物的主要中转站 如果要确保野生物种贸易可以持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可以怎样加强 对非法野生物种贸易的管制呢 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制定法例 鼓励合法野生物种贸易 和追查贸易货品的来源 另外 已经和主要的贸易伙伴沟通 要求他们进行合法的野生物种贸易 最重要是 海关和其他的边境执法部门 一定要多加抽查货品 确保这些贸易活动是合法的 为了方便执法 特区政府可以用不同的仪器和方法 例如DNA的分辨法 或者是装晶片去追踪运送野生物种的货船 货品来源地和成份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授权公众 发布不利于凭于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物种的资料 增加野生物种贸易的监管和透明度 香港和内地的贸易关系这么密切 我们除了要加强边境的执法 也都要做好教育的工作 降低本港和内地市民 对野生动植物的需求 生物多样性 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非常重要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而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是有赖我们人类去保护 如果再不好好监管野生物种的贸易 我们的下一代 可能就没机会看到这些这么珍贵的 野生动植物和自然环境